你不想看我 你不想看我 看著我 等待我 等待我 這首歌其實是 這張專輯 《陳強的溫柔》 整張專輯裡面 最奇特的歌 因為 他的年代 我寫這首歌的時候 年代已經非常久遠了 真的啊 但是我還在唸大學的時候 就寫的歌 天啊 哦 就完整的 是啊 其實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自己還蠻不好意思的 因為他比較 青春洋溢啊 然後又比較小女 小女生的感覺 所以自己在唱 在詮釋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超級不好意思 看著我的眼睛 然後對我說 你沒有 喜歡我一點都沒有 那我 才能夠放開手 否則我 不能夠 大家好 我是法蘭 如果你喜歡這集節目 歡迎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你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樂榮 今天訪問的歌手 是首張專輯 但是他十一年前 從你團體 來過我節目的法蘭 哈囉大家好 我是法蘭 法蘭好 樂榮老師好 你剛才突然聽到 到2011年來說陷入了一陣 短暫的沉思 對啊 開始有點 怎麼會那麼久了呢 那時候是法蘭代 那時候是法蘭代 那時候是法蘭代的第一張專輯 首張專輯 對 法蘭代現在還在嗎 還在啊 不過現在各自單非在做自己的事 是 從19年開始 從19年開始 那這三年法蘭自己在幹嘛 我做配樂啊 電影配樂啊 然後影劇配樂啊 然後做一些自己個人的單曲作品 那這一次是剛好可以把整張專輯做一個完整概念 然後選發了專輯 是 從 不管是樂團 主唱 到變成是配樂 然後到 還得獎嗎 對不對 對 很幸運 哪一部電影 親愛的房客 拿到金馬獎的那個 最佳電影原創音樂 那是你第幾個作品 配樂作品的話是第二個 第二個 整部啦 還算是很新鮮人 對 的階段 就可以拿到這麼大的獎 我覺得剛剛好 剛剛好而已 就是非常幸運 做配樂有什麼秘訣 我覺得做配樂沒有秘訣 而且其實我 不是一直在做配樂的人 所以我沒有很懂 我其實是自己一直摸索 但是我發現做配樂的那個法蘭 跟唱自己寫的歌的法蘭不太一樣 因為在做配樂的時候 會覺得 我覺得以前 如果是自己在做自己的創作 寫詞 寫曲的時候 我常常都會想要 因為那等於是自己的心事 你要把自己的心事寫出來 然後你還要站在舞台上 把它唱出來 所以那時候難免都是會 多多少少會 蜿蜒一點 遮遮掩掩掩 想要藏住一些東西 不想讓大家看得太清楚這樣 要打一點馬賽克 結果後來在做電影配樂 或是影劇的配樂的時候 我就發現 那樣的我 反而可以很放情感進去 因為我不是在流我的眼淚 我是在為角色流眼淚 說得好 然後我也不是在 開心我的愛情多浪漫 或是憂傷我失去了誰都不是 因為那都是別人的故事 然後我等於就是替他們發聲 妳的配樂會不會有那種動作場面 或是驚悚 其實有 就是鬥魚的電影版那個配樂 也是我做的 然後它裡面就有比較多那種 打架的路線 一些比較節奏的東西 對 所以真的要做那種配合的 還有音效的 音效我其實不太做 我說還有音效的那種畫面 對 那時候配樂要掌握的 催情的效果不太一樣 對 然後還有一部分就是 其實後來我做完 兩部電影的配樂之後 我心裡身邊 因為其實我是念廣電戲畢業的 所以身邊其實也有很多導演朋友 就是電影圈的 要找妳 對 然後我就很害怕 他們會找我做驚悚的 或是鬼片 恐怖片 因為我自己不敢看 你如果做配樂的話 那妳覺得她每天一直看 是 重複看 對 我沒辦法 了解 所以在這個中間其實一直沒有放棄 個人要再出專輯 還是已經暫時都把這個聲音已經擱置了 做配樂的時候比較都在做幕後 然後那時候如果有寫歌的話 或是有發一些單曲的話 其實也是以單曲形式的合作 在電影裡面的某一首歌啊 然後或者說是 跟詩人的詩集合作這種 哪一個 有一位我的詩人朋友叫徐佩芬 然後佩芬她已經出了好幾本詩集 那我前兩三年有跟她合作一個 她有一個詩集叫做 夜行性動物 於是我就做了這個詩集的同名歌曲這樣子 是放在詩集裡一起賣的那種 還是沒有 沒有 就是你數位上架的一點 是 那最後能夠到了相應音樂做自己專輯 是一個怎麼樣的緣分 就是跟 五月天的性格先認識 然後後來又認識瑪莎哥 所以我就是 剛好就是我就在想說 我還是其實還是很想唱歌耶 我還是很想要做一些自己的作品 所以就合作了這樣子 路線上 對於跟樂團時期的你 自己有想過要做一個什麼樣的 我覺得都想要 再整理 我覺得那個重新出發的感覺 有一點就是 嗯 希望自己可以像做配樂一樣 很直接的表露情感 就比第一階段的你更直接就對了 對 然後我也還在試 因為我也不確定 什麼樣子的方式 其實比較 自在 對 所以我也還在試 那你覺得這一次的歌 施首 的那個 坦露度如何 我覺得這一張專輯裡面的歌 不管是詞或曲 其實都還蠻直接的 比較沒有那個 曲曲折折彎彎彎 然後也沒有一層 霧濛濛的沙 這樣子 比較沒有 對 但是音樂本身還是很美的 謝謝 對不對 就是你的音樂本身 永遠 你不管在唱什麼樣的主題 其實你的音色 和你的編劇 還是很容易就製造出一個 另外一種沙 不過那個沙應該也是你喜歡的吧 應該吧 以你自個人的美學標準來講 可能喔 可能喔 所以這次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你有什麼狀態 很好或很不好的一面 應該是在疫情中間嗎 對不對 對 沒錯 我覺得其實狀態都還蠻不錯的 對 而且我很感謝就是碰到那麼多 才華洋溢 非常厲害 非常資深的音樂人一起合作 說說看 不管是目前幕後 都很多喔 嗯 隨便舉你兩個 當然 姓哥 瑪莎哥就不用說 因為他們是擔任這張專輯的製作人 然後 還有 我一直很喜歡的製作人 也是編曲師 韓立康 對 然後還有幫我製作其中一首歌 看著我的眼睛對我說 因為我很喜歡這首耶 那是他編的耶 也是他製作的 了解 看不同製作人 會有不同的興奮或不同的壓力嗎 壓力比較沒有 對 壓力 都沒有 沒有 我現在可能看得比較開 市分有自信了嗎 也不是耶 就覺得 其實我現在沒有像 可能小時候會比較多自己的堅持 或是會在思考自己的樣貌 應該長什麼樣 可是現在就會覺得 我希望我的人生 永遠可以一直碰到驚喜 所以就算偶爾好像不是你 預期的那個樣貌也無所謂 對 我覺得這樣也很有驚喜感 就驚喜 然後 就覺得一直蒐集這些驚喜感 讓我覺得世界還有很多 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會覺得好有趣喔 反正這樣子是一個更開放的心胸 而且不只會反映在音樂上 甚至可能是你的生活先有一些變化了 生活喔 才回到了音樂上的開放 會嗎 我生活其實沒有什麼變化 一直都沒有 就11年都沒有 沒什麼變化耶 因為我一個人在台北 然後我有獨居 那麼多年我就會一直想要有家的感覺 有的時候那種出去表演 巡迴好幾天 然後行李器材一大堆 回到家的時候 然後一打開門 整個屋子都是暗的 然後就會突然很心酸 當然應該暗的啊 因為燈都已經先關掉了 可是我身邊的朋友就跟我講 建議說 我覺得你要做自動感應燈 這樣你就不會回到家覺得很心酸 因為 因為就算有辦了 另外一代也還不一定回到家 他也不會先開著燈 煮好飯等你 其實是還蠻想要有家的感覺啦 但是結不結婚到還好 這裡面有流露出這種的孤單感嗎 其實 好像每一首的背後都是這樣耶 怎麼辦 我們挑一首好了哪一首 最後一首《終於你我》 其實就還蠻孤單的 這首我也蠻喜歡的 謝謝 謝謝老師 而且那個結構不太一樣 拍一般的歌曲的進行方法 嗯嗯嗯嗯嗯嗯 那首歌其實我覺得雖然好像歌詞內容在寫一種 我終於找到你了在人海茫茫中 但是事實上 這是我的幻想 哦 所以既然他只是幻想的話 那 背後當然就很寂寞 哈哈哈哈 沒有我們說是憧憬好了 沒有說是幻想 任時光殘忍燃燒我的燕 好我要聽歌 我要先聽剛才那首歌好不好 看著我的眼睛對我說 嗯 這首在 這首也是有想像的一個對象嗎 這首歌其實是這一張專輯 陳強的溫柔整張專輯裡面最奇特的歌 因為他的年代 我寫這首歌的時候 年代已經非常久遠了 真的啊 但是我還在念大學的時候 就寫的歌 天啊 哦 就完整的 是啊 而且因為其實陸陸續續我都寫很多歌 他們都會在我的Demo之海裡面 有些歌其實不適合 不是那麼適合用樂隊樂團形式來表現 所以我都會一直記著 然後這一次就是開始翻這些歌出來 很棒 然後其實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自己還滿不好意思的 因為他比較青春洋溢 然後又比較小女生的感覺 所以自己在唱 在詮釋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超級不好意思的 那我們現在要讓你再不好意思 一下下 好 我們可以唱一小段 看著我的眼睛 然後對我說你沒有 喜歡我一點都沒有 那我才能夠放開手 否則我不能夠 哦 這首歌在唱的時候 是馬沙歌 五月堂的馬沙歌 配唱的 你沒有很焦滴滴啊 為什麼要不好意思 就覺得好像要唱很小女生的心情 就覺得 滿害羞的 可是還是有一種精緻啊 我覺得有一種 因為你的聲音天生就是有一種 不是撒嬌類的歌聲 不是撒嬌類的歌聲 真的喔 它是有一些想法在裡面的 謝謝 我還很喜歡一首歌 這首歌 這角色留給你 嗯 你要不要稍微解釋一下這首歌 這首歌其實是想要寫來 送給一些在感情中 很委屈的男孩女孩們 就失去自我的 我身邊有一些朋友 或是我自己以前也遇過 就有一些對象呢 他們是 明明你們是穩定在一起的 看他們對外都會 表現得好像自己單身 對 然後就是 就會覺得 所以你是不承認我存在 是不是 然後我就覺得 那這樣是不是要放生 對 然後還有就是一些人 他們可能 在一段感情中 他們已經厭倦了 或是其實他們 心中有別人 或者是他們 其實在騎驢招馬 然後 他們厭倦了 可是他們卻不會 好好的開口說清楚 然後會僵在那裡 等另外一個人 撐不住說分手 是 對 其實蠻多是這樣 因為很多人 不喜歡尷尬的場面 哦 原來是因為這樣 所以人蠻好的 其實 也不是好 他只是 他覺得自己要當壞人的感覺很差 哦 可是事實上 他還是在扮演一個 淋遲的動作 對 真的 我覺得淋遲是最可怕的 像以前在法蘭大時期的時候 我寫晚歌那首歌 其實我就是要表達一種 我覺得我最害怕 而且覺得 最可怕的事情 其實真的就是正在慢慢感受消失 肥靈 對 的那個狀態最可怕 真的切掉了 咖哥 真的切掉了 結束了 就 你就是 你就是 不會有懸念了 對 可是反而你會不會覺得 有時候因為是兩個人的事嗎 另外一方想要淋遲你 你還是可以決定 你要不要被淋遲啊 對啊 有時候這也是一個 一個八道拍不響的 對 也是 反而就是會變成 其實其中一個人就是 撐在那裡 要等另外一個人先說分手 所以我覺得 我就把這些在男女關係 戀愛關係中的一些 委屈的 或是小細節 然後全部都寫在這首歌裡面 好 我們現在可以聽一小段嗎 那麼不喜歡承認我存在 那我就消失 誰喜歡愛的那麼卑微 不被當回事 你閃爍的言辭 是不是在暗示 要我先開口說分手的意思 我現在懷疑你配唱會不會都時間很快 還蠻快的 對 因為其實你唱歌已經有你自己一個 駕馭它的風格 而且很強烈 所以說實在 智頓如果一直叫你 重來重來或是換一個角度 你可以嗎 或是你會 我會試試看 但是我會跟他們說 可以不要指令太複雜嗎 因為我不是技巧性的在唱歌 所以當他們可能給一些比較技巧性的 很多人以為你蠻有技巧的 為什麼你覺得你不是技巧型的歌手 你覺得技巧是什麼 路主要他們會說 這裡多用一些哪裡的發聲方式 嗯 嗯 什麼意思 就我不是技巧性的那種 就是歌覺得想要怎麼表達 我就會怎麼表達 而且你在家其實應該已經 又是自己寫的 你說明在漫長的歲月裡 你早就已經一直把它唱成一個味道了 對啊 所以這時候就算進加了編曲的外衣 你也還是不容易離開那個狀態 頂多是groovy會改變一下 速度有可能會改變嗎 這裡面有沒有歌 Demo時期跟最後製作人決定 速度做的調整 沒有耶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因為我自己在寫歌的時候 我自己就速度上或key上面 你會找 這件事我已經 對 我已經會有好多個版本 然後最後從那麼多版本之中 掙扎出一個這樣 那早年你選歌上應該只有先錄下來 我會自己編 還是你會做好 我會自己編 你已經 你的檔案裡是已經有一些都很多是 有編的 就編一個型態 我懂了 可是在編的時候你會試好幾個 對 感覺 現在還有在做這些事嗎 有啊 還是已經越來越少 我最近又正在做啊 因為有一個新的歌又要出來 它是搭一個影劇的 然後所以我正在趕自己的東西 那其實主要就是自己編曲 ok 覺得寫不出歌的時候怎麼搭 是今天最後一個問題 我會去散步啊 我會去散步啊 我會騎單車 我很享受那個騎單車 有一點快速 但是又沒有那麼快速的經過所有的人 ok 這很像slow motion對不對 對 然後又聽音樂的話 因為我有騎車 然後我喜歡聽就是 騎車的時候我喜歡聽沒有vocal的音樂 就是沒有人聲的音樂 就是演奏曲 對 可能是電影的原聲帶啊 或者是 或者是鋼琴曲啊 然後或者是 比較電子的東西 電子音樂 了解 然後我會很享受那個 有一點風吹來 然後我有點小快速 又不是那麼快速的 所有人事物就從我旁邊經過 滑過去 對 然後我很享受那個感覺 我可以體會 我覺得很棒 請大家來支持我們法蘭首張個人創作專輯對不對 出道了很久的首張專輯叫做 城牆的溫柔 下次再來我節目 絕對 謝謝